注意看,这是发生在街头惊险的一幕 一只正在巡逻的警犬被一群低头狗围了起来 看样子蓄势待发 警犬会受伤吗? 现实生活中并不容易见到警犬 因为它们一般都在特殊的场合之勤 比如机场、火车站、港口等等 在抓捕坏人时,警犬的作用是很大的 首先,它能通过气味寻找出目标人物 另外,狗狗的奔跑速度很快 能跑在警察前面抓到犯人 不过它们也常在执勤中受伤 这天,警犬巴克就遇到了小混混的骚扰 这次的小混混是一群流浪狗 这群低头狗仗着狗多势众 气焰十分嚣张 围着巴克不停地辱骂挑衅 训练有素的警犬巴克见惯了大场面 这几只小虾米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 但是现在正值下班时间 街上人流量很大 如果真动手不仅容易引起恐慌 还有可能伤及无辜 一旁的警察也在极力控制着巴克的情绪 利用手中的牵引绳不断驱赶这群小混混 但是一味地忍让 换来的却是得寸进尺 这群流浪狗穷追不舍地跟在后面 其中一只较为强壮的大黑狗最为嚣张 在后面不断地试探 试图搞偷袭 看样子应该是他们的带头大哥 手下的马仔也在一旁准备伺机而动 主人也不想和这群无赖有过多的纠缠 挥动几下手中的牵引绳 便想要离开 可是这群流浪狗却没有放过他们的意思 步步紧逼地跟在后面 期间还想搞偷袭 咬警犬的尾巴 被警犬一个漂亮的转身躲了过去 这时一位路过的行人实在看不下去 勇敢地站出来对他们进行驱赶 但是不肯善罢甘休的流浪狗 看到路人离开之后 绕了一圈又追了回来 却发现警犬旁边又多了一位守护者 正在他们准备慢慢靠近时 被路人的一声呵斥 吓得连连后退 看着逃跑的狗却 主人觉得这场闹剧应该结束了 便带着警犬准备离开这里 可是为首的大黑狗似乎是觉得丢了面子 带着自己的兄弟气势汹汹又冲了过来 巴克再三被挑衅也非常生气 但是良好的训练让他仍旧保持清醒 只等主人一声令下 今天就是一场恶战 巴克此时也摆出了防御的姿态 大战是一触即发 看到如此嚣张跋扈的流浪狗 又一命勇敢的行人站了出来 捡起地上的石头 从后面扔了过去 突如其来的攻打 击打的狗群四散而逃 看着越来越多的路人出手相助 大黑狗害怕引起众怒 只能带着自己的小弟慌忙撤退 一旁的小黄狗似乎没有看清局势的变化 只身一狗冲了过去 可是冲到一半却发现 自己的兄弟并没有跟上来 只能扭头灰溜溜地逃回去 整个冲突过程中 警犬和主人从始至终都从容面对 没有表现出一丝慌乱 让流浪狗有可乘之机 最后也很感谢勇敢路人的出手帮助 让这场风波安稳度过 温暖还在延续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评论哦 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多动物们的温暖小故事 我们明天再见吧